好 回來第二節 影話春秋 Thomas 你上個星期就分享了 你看平戲和一些特別的紀錄片的地方 今個星期你可以說回台北電影節看了什麼戲 但這樣說我們剛剛罵完這個香港國際 是不是下日國際電影節 應該是被人罵一下 微愛的 微愛 Thomas 你這麼微愛真的不應該 其實我也想罵一下台北電影節 賣票其實對於外國觀眾 真的沒有user friendly 是 它用iBond 其實這個值得相確 因為它不是說台北國際電影節 它都是台北電影節 可能它的目標只是給自己國內的觀眾 但如果你看台北電影節 近這幾年它搞規模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無論你說播片的數目 播片的種類 甚至說台北電影獎的頒獎禮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規模越來越大 大王他真是幸福 他竟然有朋友給了他 是入到場體現場頒獎禮 他都說都不差的 其實還有 是有電視直播的 認壽性 即是開始有認壽性的了 這個獎已經是 但是Thomas看入座率如何呢 我今年選擇的幾套其實都是撞手神的 有些比較冷漫一些 Elon片那些其實入場人數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看那幾場其實都很滿足的 十年台灣前面就爆炸了 Thomas真是很幸福 你竟然看到十年台灣 十年台灣要說一說 就是要怎樣拿張票 因為你知道台北電影節的制度就是這樣的 它是先給那些套票畫位的 那些熱門的影片就是開幕片 開幕片、閉幕片 或者是一些首映的台灣片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在那些套票畫位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沒有了 即是你公開十年的時候 你一定是買不到票的 所以這件事我是要罵的 我覺得是 即是你對於外國觀眾朋友 其實你是沒什麼機會去買票 除非你在台灣認識人 但是它有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都幾有趣的 其實它有一個叫做換票區 其實它就是在Facebook裡面有的 即是它就是專門給那些人 真是說它一早就換了那些票 但是後來發覺沒有時間看 那怎麼放一張票出去呢 其實它官方其實是有一個平台 你官方這兩個字是不應該說出口的 因為它那個admin其實是台北電影節的admin 所以其實我也有理由相信 其實官方是容許這個平台出現的 其實是容許它官方 甚至你去放影場地 它會有一個area 挖了是哪些人 給人留message 可以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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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空看了 我見過 我見過我是很特別的 其實這個是官方的 但是你官方這兩個字 都是不應該說的 那些觀眾如果萬一發覺 它拿票看不到 然後它就會在那裡放票 它有一個規矩就是 它放票的價格是不可以高過原本的票價 即是它不讓你炒票 即是如果你賣到300萬 那些帖子會立刻刪開 而且會駁毀你的 哦 蠻好的 那這件事 在香港實踐上來會比較困難 香港浪費了 最好不要煩到它 香港是連那些贈票都會被人炒氣的 是啊 很瘋的 即是雨神同行第二咒 那些人拿了贈票 然後用原價慢慢出去 瘋的 他用原本戲院的票價慢慢出去 所以Thomas 他不可以在這個平台換到一張十年台灣 因為十年台灣是敷得很厲害的 還有他有一些比較大的場地 就說中山堂裡面有些很熱門場設 例如說 其實到最後都不少人在那個區裡放票 而也有很多人是 拿到 會在那個平台換到票 即是可能你放了一張票幾分鐘 然後就已經被人 就已經有人認頭了 哦 其實挺好的 這樣真的 那樣東西其實就要很靠那個 即是很靠用家自律 即是你大家都要懂規矩 即是你不要炒票 或者是不要做一些很滑的事情 即是例如說 就說我要了一張票 即是你最後放完飛機 這樣就不要了 這樣就不要了 其實 即是 即是 我馬分香港國際電影節 一些民間自發性都ok的 哦 我也是在那裡拿過票的 其實那個民間自發性 我們那個網主大家都認識 不要開名 不要開名 但其實那個區是ok的 但香港有很多人 但你又不能一陸足打一船人 那起碼都會有自律的人 但官方很難搞 你有這樣 哈哈 這個我真的幫官方說 因為這些票券交換推 萬一有些發生了什麼爭拗 你香港人很喜歡投訴 萬一他那裡有人放飛機 被人騙鬼了 然後他又會罵我主要買東奧陸 所以 即是他的責任誰屬 其實是 香港就很難分得清 那又反過來 你香港 好像少一些 滿座場次買不到票的 是 這個是真的 那變了是不是有這麼多需要呢 真的想看就借任何包買 那好吧 Thomas你可以說一下你看了什麼 剛才說十年台灣 那就 就說十年台灣 雖然其實這套戲呢 高先發學香港會有機會上 那可以聽一下Thomas的先導 十年台灣是什麼呢 就是講到 香港十年 就是拍了之後 那就 又賺到些錢 又有些口碑 又引起很多迴響 引起很多迴響 然後他就用了一個概念 套用在其他地方 那他就 他就 他就在台灣 日本 泰國 幾個地方 幾個亞洲地方 然後就拍了 屬於他們自己的十年 嗯 那麼 十年泰國 就在康城 就首映了 嗯 十年台灣 就在台北電影節 就首映了 另外一套 十年日本 就出了trailer 但是就 未知何時會正式公映的 那視之如何做監製呢 那這套十年台灣 他又是 五個故事 又是五個導演 那導演 都是一些比較 就是比較年輕一點的導演 但有些我們都認識的 有個叫做 有個就是太陽的孩子的導演 拍了第一段影片 就是這個 惡靈罐頭 我自己 我看這個十年台灣 其實 反應其實 我想像中 其實有些落差的 就是 講了幾個故事 大概講些什麼 惡靈罐頭 就是一個老人家 在蘭嶼島 打魚為生 然後就 在島上沒有人管 又遇到颱風 然後又發夢 又看到整個海 被核廢污染了等等 這套戲 我自己都幾失望 坦白說 因為 看完十五分鐘的短片 我都覺得故事還沒開始 但那個短片已經完了 十五分鐘? 我覺得內容是空洞 我很坦白說 可以用這兩個字來講的 接著一套九四二 就是講到 未來 那些 那些 最低的家庭 要住的地方 受到空氣污染 然後帶那些藥氣筒 就講到 他們兩個 有兩個少女 又搞一些同志愛情 那其中一個 就被他老闆侵犯 其實他是在影射台灣 其中一個 外容被僱主性侵犯的事件 那一套 我自己覺得 你說未來 我覺得都OK 雖然他 有些憑空想像 即是他有些離地 他未來的處境 但是 他去到後 後來又講回 十日前 十星期前 然後 講到十年前 其實是 我覺得是 我不知為什麼 他要這樣一個安排 我覺得 你講十年後 你就講十年後 為什麼你要講回十年前 即是 十日前 十星期前 你越講是越亂的 我也是 有一套叫做 叫做 叫做 露美 那一套叫做 那就是講到 有一幫小孩 就在 在那些 在那些 被廢製的工廠地區那裡 那就是沒有什麼 journal 幾個人在那裡聊天 那一套 套戲開頭是OK的 但是到最後 開始劇力不計 我覺得 似乎就 開始拖拉了 其實那套 這些是短片來的 已經這麼快劇力不計了 內容都是有些空洞 可能我看過香港的片 節奏比較快些 那蝦餃 我覺得是 很明顯是 那五套短片段最好的一套 就是講到說 十年之後 那些人拍廣告 拍個蝦餃廣告 那老闆就想營造家庭的感覺 但是呢 他就想找個嬰兒來拍 但是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那個嬰兒演員 然後他就講到 劇組怎樣去找那個嬰兒演員出來 就是他當 他是用一個 making of 的方式來包裝那一段影片 我覺得是幾有趣的 還有那個劇本是最完整的 那最後一套呢 就是講到說 講到未來的那些人 在一個夢 在一個似乎是虛擬和意識 都不是分得清的環境裏面 就是講到他們睡覺呢 其實他們要帶個裝置 就要不知要鎮靜他們 然後他們才可以睡覺的 那他帶了那個裝置之後 就發覺自己開始就不太分得清 那個虛擬和那個真實 那這段影片其實也是很虛擬抽象的東西 那個抽象程度是比這個十年的冬禪更甚 我覺得是 冬禪已經很蟬 但是冬禪沒多看一兩次 其實你大概明白他說什麼 是啊是啊 但是這套十年台灣最後一段短片 我自己覺得就是 那個導演就是說 他把很多政治上的意思 他用了一個隱喻的方式來表達 但是我覺得 我真的不明白他的隱喻是什麼 他的隱喻真的很隱喻 因為台灣其實有不少導演 他都很喜歡用一些比較抽象的方法 去拍這些東西 甚至很多那些獨立導演 其實都是很抽象 你看香港很多那些 你看十年前很多新導演 拍他第一套的作品 其實他拍到很虛的 現在好些 現在很多新導演的作品 其實都很實在 那些劇情都 他上次我看那一套 Independa 他有一些台北高雄的電影短片 有一些都是金碎掌的短片 有一個是有提名金馬掌的短片 那一套就真的抽象到 我覺得是最不好看的那一套 但是我發覺他們很喜歡這一類型的拍攝方式 其實你又不是那麼熟悉台灣那邊的一些 時事啊政治局勢 所以就不是那麼怕到那些隱喻 可能台灣人自己看回又有那份親切感在那裡 但是你看這套十年台灣 其實你說水準 其實又不是剛才講到的 套一套都有一些問題 我覺得又不是真的差過這樣的 為什麼他在製作方面 其實因為他十年的監製在十年香港賺到一筆錢 你知道他五十萬 但是他票房最後收到六百萬 那肯定賺到一筆 他是賺到的錢 其實他都投放了一些在 跟著之後那幾十年 因為其實呢 就算是剛剛阿基爺說的問題 我們就在網上找到一篇文 就是真的台灣人去看十年台灣 他是覺得很有問題的 整套戲 他講得更嚴重 過Thomas你講的那個感受 所以我們給了這篇文 Thomas看完之後 Thomas再跟我們說回 他看的看就沒有那麼嚴重的 但是都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你看十年香港的問題主要是在製作上的粗疏和脫漏 但是如果你看十年台灣 其實他製作上其實是政治了 起碼一些畫質 各方面其實是一定是 那個製作條件一定是比十年香港好 但是你說那個 就是說那五段短片 其實都我覺得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裡面講的那十年 我不覺得是用現在的處境 來去伏思十年之後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他的概念 就算是 我有看康誠他看了泰國 他說泰國那些真是說 那個題材是關於十年後 泰國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台灣這裡 你好像你剛剛講樂靈罐頭那些 好像有一些捉錯用神 他裡面有一些社會問題 例如說老人家在偏遠地區生存不到的問題 就是說外傭權益的問題 就是說家庭價值的問題 其實現在已經發生著 我看過幾段時間 可能是他們捉錯用神 就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導演給了很大的空間 給一些導演發揮 但是導演似乎是捉不到過往十年那種精神 變成其實 因為他們是把焦點放在一些社會問題 一些很當下他想說的話 但是他忽略了其實是說十年後台灣會怎樣 就是他沒有了那種前陷性 我覺得這件事是 就是你會覺得其實是看完之後 其實那個 他那個目標其實是有些模糊了 就是他 變成其實這套不是十年了 其實現在都是 就是你不用十年後都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就是你 我覺得你又不用說一定套套都要罵共產黨 那不一定要罵共產黨 因為香港十年其實是很貼身的 說那些話 十年後香港會怎樣 但是他這裏就像是 已經不是十年後台灣會怎樣 現在已經是 現在都已經是這樣了 十年後都是這樣 不應該這樣 即是十年之後應該是 你應該說現在台灣的處境 你是在課師 那十年後台灣是怎樣 但是他說現在台灣處境 但是沒有課師十年後會怎樣 他沒有課師 他沒有課師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個比較大的弊病 我就是 嗯 那我先說了一套 明明中一套 街頭紀錄片 我覺得都好看的 就是在講台灣反覆貿那個 那一套叫什麼片 那個紀錄 就是在講台灣有一段時間 有一幫大學生衝進去立法院 然後有一幫人就覺得 衝進去立法院那幫人的立場太軟弱 然後自己就另起勞訴 就想去衝進行政院 結果就被防部警察 鎮壓 那就鎮壓 很像香港 你這樣說 其實有點像的 但是香港那個 即是你講的 反對派那個衝突 其實的麻痹是大很多的 嗯 因為你看台北 就是那幫人 其實都說 我都會知會你 哦 即是跟你說聲 我跟你說聲 我會衝進行政院 然後他自己就做 自己想做事 因為他那時候覺得 林飛環和陳維廷為首 這幫大學生太軟弱了 就是他覺得 大台太軟弱了 因為他覺得 你就是坐在那裡坐幾天 你覺得坐完之後 那幫政府居然會 會 會採你嗎 會採你嗎 然後他才想到更加激進的行動 但是就沒有香港 香港拆大台是很誇張的 那兩幫人 就是當你不是人 是啊 旺角一批 然後旺角抗衡 金鐘那批 因為他們很過癮的 就說旺角那批 就貼地些 金鐘那批就離地些 就會有很大的矛盾 但是呢 因為他的範圍比較大 還有香港那個 兩邊的對抗 對立性太強 是啊 就好像 就一定要你 不是你死我我亡 那樣 所以變成了 出到來 就會很大問題 就是出到來 整個運動就失敗了 就是因為這樣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有套戲看完之後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片的主人翁 走了去 散運那裏 因為他 那個反復我自己是2013年 2014年就與散運動了 他就講到那個主人翁 走了去散運 就是金鐘和旺角的街頭 他其中一個就是 他就講到訪問長毛 長毛就是講到 說 現在香港人的抗爭 他沒有去到 就是令到政府 就是有一個 就是你沒有一個 令到政府一定要 一定要趴下的決心 就是他 他認為他沒有去到 那個政治能力 沒有去到這樣的景色 所以最後散運就失敗了 是啊是啊 所以看完之後 其實挺在意虛的 其實好像是在講台灣 但是其實呢 你再想深一層 其實你是拿來對立 就是對照香港的散運 其實是在重複歷史 你好像是在重複歷史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太陽花運動是失敗了 台灣其實還有一套 都是講反覆 有一套紀錄片 我們青春在台灣 其實就是訪問 就是訪問剛才那個 陳飛 說的那個 林非凡 陳維廷 陳維廷 那一套戲 在北影的評分是最高的 是嗎 你有看 你有沒有看這套 我沒有看 因為時間禁錄了 我希望 因為我已經走了 我不知道香港會不會播呢 其實 因為那個人 我覺得你看亞洲電影誌 可能亞洲電影誌 可能下一個電影誌 我覺得應該 應該 應該 你看那幾套十年片 應該是香港人 我覺得是有機會想的 香港應該不想都會出點 或者whatever 一定有機會看到的 因為他高登斯做全球發行 所以一定有機會放在香港上 還有講多一套 是啊 我也很想你說這套 又是說年輕人的影片 那套叫做 去他X的放檔青春 這套是看之前要簽的 台灣的規矩就是 它有一個級數叫超限制級 什麼叫超限制級 就是比限制級更加激的級數 就是如果他播出失眠無山剪版 應該都要簽的 我覺得呢 我覺得他不是失眠的 應該我想用利用 我想說 應該是愛肯爛武剪的那個版 是啊 即是他播出一些超限限制度的影片的時候 在台北或者台灣 其實他就要求觀眾簽一句觀影和義書 即是你死有什麼攝光事 萬一你看完這套戲之後 有些什麼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問題 我們不負責的了 但其實入場那些是成年人 這個才好笑 但始終他是超越了電檢容忍的尺度底下 那你都要看 這是合理的 香港其實你看那些影展或者電影展 其實都有這些要超三級影片的 只不過他就不會告訴你 大台灣可能在一個觀影站 就一定要告訴你 是超限制級的 是超限制級的 台北電影展有兩套是超限制級的 一套要讀僑末有假期 有一套就是 這套 V 英文名叫V 另一套就是超暴力 暴力到 一個點就是觀眾頂不住 但是這一套呢? 這一套就是很明顯 就是他那個 就是為什麼會超限制級 就是因為他的性愛場面 因為他的性愛場面應該 我覺得就是打真軍的 就是他講到說 有一幫小孩 有八個死小孩 家庭都有些問題 極之極之反叛 他覺得大人做的事情全部有問題 然後呢 他們有八個人 在暑假裡做了一些很激烈 很放蕩的行為 涼交的那些什麼 涼交啦 就是講到他們 不知道他們是多少P那些 就是講到 就是講到他們說什麼 因為他們有很多 那些家庭都是有錢的子女 在亂按付錢 那付錢都沒有了 那怎麼樣呢? 就是呢 回家 拍A片 嗯 就賣給人 網上播 接著就講到 那些女生出去 出去做街 出去 來到去賺錢 來到去 就是他們 在他們 在他們眼中很明顯 就是沒有一個道德底線 就是 那時候有一天呢 其中一個呢 就玩一些很激烈的那些 那些很笨烈 又很激烈的那些遊戲的時候 都死了 我不小心就 那這套戲就是講到 講到他們要上庭了 就要找出哪個兇手 另外就 講回死因那個研究 然後就講回他之前發生什麼事的 那這套戲我 我看你的口氣 你好像很失望 我失望不是失望在那些場面的 就是說那些 你說那些 打真軍的場面 其實 其實又真的是 很瘋的 其實就是 就是很離譜 真的很離譜 就是跟你看那些 那些死精的東西 就沒有分別 我突然間記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 Kent Park 很多年前 天地無人 是的 那套呢 因為上映的時候是剪光 還有打黑格的 但是我看那個 那時候在電影節看 就沒有打黑格的 都很逼真的性愛的場面 還有它會有撥起 還有射精的鏡頭 有口膠 那套東西 最近有一套 最近有一套 就是 那套 叫做 黃野青春 那套叫 Spring Breakers 其實它題材很像 不過我看這套 更加激 它是荷蘭 是嗎 荷蘭 它的故事發生在荷蘭 和比利時之間的鎮仔 嗯 那它裡面 即是說到有些青少年 有些可能和家長關係不好 有些簡直是 即是發生了事 然後還要找 找一個 找一個 叫做嫖客 來去解決 解決 然後就說到他們 成功地找人來去頂了一條罪 然後就 即是跟他說 他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這些道德上 其實很明顯 其實是挑戰著觀眾 嗯 但是我自己 就覺得 那個問題就是 你拍到這麼激 其實是想反映一些什麼呢 即是反映一些青少年反本 跟著他想說 其實那些小孩有問題 其實為什麼那些小孩有問題 就是因為那些大人都有問題 嗯 即是說到他們 又說 又說到他們去做雞 又去找嫖客 其實為什麼有這個需求 就是因為大人有這個需求 所以小孩才做這些事 我覺得他是想 說這件事 但是他呢 是不是要去到這麼激呢 其實 但是就 他想說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就 沒有那種深度和那種社會反思 就是我覺得 不好意思 我這裡有一些道德的 哈哈哈哈 太過流於表面化了 那些東西 我覺得 拍戲其實都要 都要講社會生命 都要 嗯 不可以說你要拍 我要拍 那樣就 就是找這些 很明顯 那個導演其實 他拍MV出 還有那個是女導演 是嗎 女導演拍到這麼激 你猜不到 其實就是 之前我講 Cent拍 其實是不是有需要拍到這樣呢 拍到這麼露骨 這麼肉酸呢 其實 還有他玩性愛遊戲 好像是變態 是啊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策略 嗯 變相來講 他不去到這麼激 不去到這麼激 可能沒有人理他 那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都是一個策略來的 嗯 但是我看來 我的要求 是需要有些社會責任 我覺得 都需要有些社會信息 嗯 不是就是一味激 但是我覺得 你沒有 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去被人講 變成沒有人會留意到你 他對於這個社會 其實是欠缺了一些深度的 我覺得是 嗯 還有那一套戲 真人真事那邊 我不知道他哪一部分 真人真事那邊 因為那個音樂就是講到 說四個女孩 在公路上面 天橋上面 路下看 然後就引發這個超級大車禍 就死了很多人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那邊真人真事 那我就不知道 你也知道的 其實現實世界 有時候有些東西 是會更加荒謬 過戲中的世界 那Thomas 那分享就來到這裡 那一會兒回來 我們可以講一下 這個禮拜一套新片 很明顯 好嗎 我可以說 那一會兒 我來是你呢 我來講一下 我來講一下 我來講一下